去年就拿到了身份证 今天是特别开心 然后有一点点紧张 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投票 我之前在乌克兰都没投过票 我其实已经准备很久 已经准备八年多 就一直查候选人的资料 然后就做很多功课 其实我今天就剩了三个多小时 因为对就第一次投票 就靠我去丢错地方 不小心什么的 那老公会可以吗 老公也会陪我投票的 我们昨天晚上还一直讨论要怎么投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这个过程要怎么样 只睡三小时 所以说昨天很晚睡又很早起床 大概几点睡几点起床 两点半睡了 然后今天不到六点就起床 台湾人很爱讨论我要投票给谁 然后我这几天一直被问我要投票给谁 然后我一直说不要问我 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相信自己才是民族 我觉得台湾人很热情 我很幸福我在台湾 我觉得 对 那你今天晚上也会跟老公一起熬夜在看台湾 我觉得一定会 我其实从早上已经一直查新闻 我早上开车的时候天气这么好太阳出来了 就看大家都拿投票单子 然后这个脸上有笑容 然后眼睛有希望 然后大家都心情很好 就看到这个画面非常的感动 大家平常会看政论节目吗 我会啊 因为我这一次第一次投票 所以我要做很多功课 对啊 这是我家 所以我最近 看的政治的东西 比看电影 比哪些还要多很多 我觉得连我已经三岁的女儿 都已经开始了解这个状态 然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多多支持 然后我们台湾都有一点责任 而且不止今天 就是其实每一天 其实每一天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家 要帮我们点一下当投票 刚刚其实比我想象的简单多了 都还蛮清楚 然后还分颜色还有照片 因为我一开始有点担心 如果有什么字我看不懂 但还好都有照片 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不用摆对 很快 很快 因为我之前有听 我妈妈在乌克兰投的时候 她平常早上去中午 可能会投到票 就可能要三四个小时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是 心理准备要三四个小时 没想到五分钟就投好了 我觉得很开心 哇 台湾好帮